咳得好辛苦 咳到睡不到 咳得好尷尬 ANTIGO天然草本沒有西藥成分 極速止咳,三日在 Won 大展全線發售 在4月初針益重感冒 當時咳尾水 人都很累 一直都有吃西藥 到後期要嘗試中藥 因為人們說西藥很難治 卻試中藥 我試了中藥後發現 吃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但都沒有什麼進展 到差不多四月底 朋友跟我說不如你試試這個Antico 它應該可以幫到你的 我就覺得反正中西藥都不行 不如試一下 當我吃第一次的時候 我覺得很神奇 那個咳已經好了差不多七八成 第一次 然後我吃了三天之後 我覺得個人完全是好完 不單止沒有咳嗽 亦都很精神 個人又不累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產品 值得推薦別人戒隔 我中招之後康復 其實初頭都覺得自己比較年輕 身體也挺好的 所以就會復原得快 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不舒服 康復之後都沒有什麼不舒服 但是去到三個月後 就有一點點異樣了 身體 整天下午三點左右 就覺得突然之間很累 就不是說平時 煩氣空心吃飽飯那些 其實都一直維持 維持到到晚上 除了累之外 路還是會覺得一片空白 很難集中這段時間 基本上都很做不到事情 很影響自己的日常生活 和社交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些是 中招之後的一些潛伏了的後遺症 所以都是過一段時間才會突然出來的 其實自己都試過很多 替神 改善疲倦那些產品 但都沒有效果 都幫不了我的問題 後來就機緣巧合 看到廣告 早晚都吃這個antico 每次兩顆 吃完就很快 第二天就已經明顯改善了 整個人都覺得精神了 腦筋又靈活了 整天都不會再突然之間說很累 又一片空白 暫時現在都會保持著吃 雖然就有改善了 但我都希望真的可以完全斷尾 這個產品我都會介紹給朋友 大家好,我是Ricky 相信自從口罩令 沒有了之後 大家都已經去回常態 出去跟朋友吃飯 我都一樣 自從口罩令 撤銷了之後 我都會出街跟朋友吃飯 但是很不幸 五月份我就盡了一招 想著初時 都是沒什麼事 我都三十天就已經康復了 只是有些頭弄痛 骨痛 發燒這些情況 但是 原來首尾都挺長的 我發覺 自從那時候中了一招之後 晚上半夜就會紮醒 起床就覺得不太精神 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就發覺自己 頭昏老丈 想不到東西 頭昏老丈 我想這些就是講的老母 也挺困擾的 但是 幸好我的朋友 就介紹了我這隻 Andyco的產品 他說這隻產品是 全天然 沒有副作用 也是三天可以見效 價錢也不貴 我就想這三天就試一下吧 結果都挺驚喜的 發覺他吃了之後 兩天左右 那種半夜窄醒的情況 就已經沒有了 還有 三點鐘、四點鐘下午的時候 那種頭昏老丈的感覺 那種頭昏老丈的感覺 已經沒有了 也挺特別 也挺神奇 很少會這麼快見效 另外 我最初時會想 會不會是提神作用來的呢 不是的 那我發覺 我之前 其實 我每天都喝一杯咖啡 我喜歡喝的 其實 那我疫情之後 下午已養上三杯咖啡才可以做 才可以夠精神做的事情 但是到現在 我可以每天一杯咖啡就行了 咖啡也是拿來慢慢享受的好 那 向各位誠意推介這隻產品